挖掘58同程客户联系方式 这一节也是比较核心的一节 也可以让我们以后的 爬虫自动化更进一步 我们还是用58同程这一节例子 我们复制这个网址 然后到浏览器 粘贴 大家看一下这张PPT 上面是我们 大家直接看图吧 这是我们刚抓上 以前讲Element的时候 结构体的时候 抓的58同程的这一节的网页 大家看这上面有 我们姓名 有房间的名字 价格 这些这些 但是我们点进去一下 我们点到点进去 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有一个电话号码 但如果我们想要抓 这个电话号码的话 我们在这个页面 是没法抓的 所以我们就需要 讲办法让爬虫 可以自动把我们点进去 点进去 然后它自动到这个 里面这个页面 帮我们把电话号码抓到 这就是我们要 讲的今天 自己要讲的一个知识 叫做爱极页面 我们把这个 在这一页需要爬虫 帮我们自动点击一下 然后在新的页面 抓取新的信息 这个叫做爱极页面 OK 我们开始来讲 这就是点击这个进到这里面 我们抓到这个电话号码 我们来看一下目标效果图 大家看这块的电话号码 已经被我们抓到了 而且它们是显示在同一行的 这样就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这间房子 然后它的电话号码 就是房东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经营的电话号码 好 我给大家直接来演示一下步骤 我们点击右键 Inspector 打开Rapscript 好 我们穿越SedMap 第16L从地址栏复制粘贴 名字我们就选 看看 som voor倍 好 我们先注意看 在这个页面 我们还是要抓一下这块 我们ID 我们就选house 还是我们有element 我们还是选中这块 选中第一个房子的区域 选中第二个 它下面全部选中 然后当Select Multip我们选中 因为要抓多个 Delay我们选2000 然后保存 这一步和我们Element的一模一样 我们点进去 再创纳创建直选择器 然后这块我们点内蒙 我们抓这块 然后当Select 保存 然后价格 Price 我们选中 选中这块 当Select 保存 然后再填加 Stand 选中 选中这块 当Select 保存 好了 我现在就暂时 只添加三个选择器 这下面的来源和地址 我就为了演示方便 我就先不添加这两个了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 可以实际自己去添加一下 到这一步 就和我们创建Element 那一节 几乎一模一样 创建一个 大的Element 结构体 看 结构体我们点击Element 准备 简单一下 选中的是这个 这个大区域 然后在它里面 我们需要创建直选择器 我们可以选中这个 这个text抓的是名字 这个text抓的是价格 这个text抓的是样式 好 大家看 我们需要 我们刚才说 我们需要点击这一块 让它跳到这块 要抓这里面的信息 所以 大家看 我们点击的是这个标题 所以我们需要 添加一个Select 我们就取名为 Detail 详细信息 我们这块type 要选择Link 因为我们要跳到 这个页面 我们就需要 它的这个网页的链接 我们选中 选择它 Done Selection 我们给它朋友看一下 即这块我们选中的这个链接 抓到这个链接 其实就是这间房子的地址栏里的信息 所以说这样我们才能够通过它 跳到这个页面 我再演示一遍 这块我们需要选中一个link选择器 然后抓取一下 能跳到这个链接的 能跳到这个页面的这个链接 然后Done Selection 然后Multip我们不用选 下面也不用选 然后保存 好 大家现在注意好 我们现在创建了这个 嗯 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的 讲过一个 就是 Link选择器 我现在给大家讲一下 可能之前没讲过 Link选择器 如果单独使用它的话 它就抓到的是 抓到的是这块的链接 但是如果Link选择器 由直选择器 那么它的直选择器 会作用于Link所指向的页面 什么意思呢 大家现在看 这是一个Link选择器 如果它有直选择器的话 它会指向这个Link选择器 所指向的页面 这个Link选择器 我们刚才抓的是它的链接 它指向哪个页面 这个页面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给它创建直选择器的话 它会抓取的就是这个页面的信息 好我们现在给它创建一个直选择器 我们点进去 我们要抓取的是 电话号码 我们选择 我们要选择的是 选中的是电话号码 我们选中 大家看 在这个页面打开的WebSquive 你点击stack是无法在这个页面选中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需要关闭它 我们在这个页面 我们重新打开WebSquive 打开WebSquive 我们找到刚才那个同程58案 还是house 还是我们刚才建好的 我们点进去 这块 我们刚才建的detail还在这 这个detail 现在我们给它点进去 创建它的直选择器 它的直选择器 我们刚才说了 就是作用于这个页面的 我们现在aligny select from 我们点击select 好 我们选中这个电话号码 当selecting multiple不用选 因为我们抓 这上面只有一个电话号码 这块delete要选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页面 通过link 访问了一个新的页面 之前我们的 这个的 直选择器不用选 因为是它的直选择器和 复选择器在同一个网页 但是最后这个不一样 这个它的直选择器 是在另一个网页 它url都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这块delete要选2000 然后保存 好 现在我们就设置完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抓了 不过为方便演示的话 我把这块的multiple先给取消了 因为如果多页的话 我们这一页大概有40多个房子吧 每个房子都跳一下 需要80多秒 我们就先演示一下一个房子 我保存 我把multiple取消 然后保存 然后它就会有一点卡 我们开始抓取 抓取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非要在其实页面 点这个抓取 因为我们这块 editmededita 这块已经设置了是70页面 所以你无所谓你在哪个界面 点 只要你这块设置的是 其实页面 是这个start URL 我们刚才设置的是这个 所以说 无论你在哪个页面 然后跑这个scrape 它都会从这块开始 先抓取这个房间 把这个房间抓取完 然后跳到爱极页面 再抓取这块电话号码 我们来试一下 start scraping 大家懂吗 看它跳到爱极页面 看它跳到了这个页面了 它将电话号码抓完就停止了 好 我们刷新看一下 我们直接把这个给下载到本地 方便看 我把同种按键按 好 大家看一下 第一列和第二列都和以前一样 是start URL 另是我们抓的这个 介绍房子的介绍 价格抓到了 样式抓到了 大家看detail 它会把这个 这一列重新抓一次 因为我们抓的是链接 大家记得我们 第二集讲的时候 抓链接的时候 它会将 链接上对应的文字和链接 都抓一次 链接比较长 大家看这块 电话号码 它也抓到了 其实这块的话 这两列我们是不需要的 因为它重复了 这个链接对我们来说 基本上没什么用 它是作为一个过渡 让我们跳到详情页 抓这个电话号码 所以说我们如果不需要的话 可以在Excel里面 把这一列删了 这一列也删了 因为这一列和第一列 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样就比较清晰了 房间的名字 价格 这个 样式 这张号码 我没抓全 因为大家如果 这块需要的话 可以把这些 来地址 和经纪人 都给全部 给 抓起来 OK 还有就是 我这块 Multiple 我是取消了的 所以说我现在 只抓了一个房子 大家 因为时间 如果我要抓多个的话 时间会比较长 大家下去以后 练习的话 可以 不是这个 应该是58 这个 大家下去练 如果真实需要 抓取多个的话 就把multiple 选中 然后保存 好 最后还有一点 需要讲一下 就是 我刚才 给detail这个链接 添加选择器的时候 我是 把webscript 关闭 重新到 这块 打开webscript 这是因为 这是因为 点击这个链接 它是重新 打开了一个 这个 窗口吧 但是有的网页 如果是 点击的话 它就会在 这个页面 打开窗口 还不会重新打开 一个这个table 如果是它 直接就在 当前的 这个页面 直接跳到 这个 它不会打开 这个table 它直接就在 这个table里面 跳到详情页 我们就不用 关闭webscript 重新打开了 我们就直接 在这块 直接就可以 选中 电话号码 OK 大家看 这块 PPT里面 也有步骤 创建 复选择器的时候 就和我们 抓 58筒的 那个一模一样 我们选中 这些 大家看 为了一方面 我只选了一个 大家 如果实际的话 就选中第一个 选中第二个 然后 让它全部都给选中 然后 直选了 写的话 大家看 我这块 为了一方面 也是 只创建了两个 一个抓取名字 一个抓取链接 然后 这是跳到 详情页 创建一个 house link 就是这个的 直选择器 到 到这个 详情页 把这个电话号码 选中 用text 选中 然后这块 需要设置 delay 这块 它 如果你是从 这块 点击 house link 进去 它会 就是默认 就知道你是 house link的 直选择器 大家看一下 这块的 slag的数 给大家从这块 演示一下 root 是我们的 根选择器 我们创建了 一个house 一个 直选择器 它抓取的是 这个区域 然后 house又有 四个 直选择器 一个抓 内部 一个抓 price 价格 一个抓 样式 一个抓detail 它相当于 过度抓的是 这块的链接 我们点进去 它还有一个 直选择器 这个detail 因为是一个链接 它有直选择器的话 它会作用于 它直选择器 指向的一面 它指向哪呢 我们点进去 它指向的是 这块 然后我们 所以说 这个form 它就会 帮我们 在这块 抓取 这个地方号码 大家看 通过这个select数 就比较清晰了 在下面的话 要点解C ID页面的抓取方式 如果你要抓取 某个网页 比如说 我们现在要抓取 这个点进去 要抓取 我们现在想抓取 这个页面 这个电脑号码 我们就先创建 一个link 选择器 抓取它的URL 我们就先创建 一个link选择器 现在是我们 这个 抓取指向它的URL 就是这块 因为点击它 它会跳到 相决页 所以说 我们要抓它的URL的话 就需要 抓取 这块 因为它的URL 是嵌入在这个 介绍里面 所以我们点击 抓取它 相应抓取 只向它的URL 然后在这个页面 正确的是 在这个新页面 创建link选择器的 只选择器 抓取需要的信息 所以我们在这个新页面 我们创建了这个 link选择器的 只选择器 我们需要在这个页面来 选中 Detail 当然如果就是 它直接在这个 table里面 跳转的话 我们就直接 就在这个页面了 如果它会 重新弹出一个 这个table 我们就需要 在这块重新 打开webscript 创建那个link选择器 的只选择器 来抓取 电话号码 三级页面了 如果我们 大家看 我们刚才是在 这个页面 点进去 跳到这个页面 然后我们需要 抓取 如果在这个页面 我们还需要 跳转一下呢 比如说这块有个 附近高薪工作 我们点进去 它重新 跳出一个页面 我们需要 抓一下这块的一些 工作 怎么办呢 我给大家再演示一下 我们打开webscript 我们找到 刚才的582 大家看pbc讲 如果三级面 就重复上面不住 看还是这个 如果您要抓取 某个网页 现在我们想要抓取 这个网页里面 的信息 就先抓取一个 link选择器 当然我们要在 这个页面下 detail 这个fone 才是这个页面 大家注意看 这个detail 我们点进去 才是这个页面 我们在这个页面下 重新创建一个 link选择器 工作 我们选中它 然后downselect delay我们选 2000 然后保存 这么问题不用选 因为我们只抓 这个保存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 又需要 然后大家看 在这个页面 创建 link选择器 直选择器 抓取需要的信息 这个时候我们要抓取 这块 我们就要创建 到它下面 因为它是个 link选择器 它指向的是 这个页面 大家注意看 这个我们点击 element preview 看一下 我们抓取的是 这个链接 这个链接只向这块 我们要抓取 这个页面的信息 我们就要在这个 link选择器下 点进去 在它下面 创建一个 直选择器 我们就 因为在它下面 创建一个 直选择器 我们无法选中 这块 我们直接在这块 我们点击邮件 重新打开 Appscript 我们找到那个582 然后大家看 继续看 这是那个房间 这个house就是我们 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点进去 这块 就是我们创建 直选择器 这个detail 我们点进去 就到了 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 我们 大家看 抓取了这个 这个link选择器 是 抓的是这个 附近高新 然后我们从附近 高新 点进去 好 我们现在就在 这个页面了 因为这个附近 高新 这是个link选择器 它抓取的链接 是这块 而这 又指向的是 这个页面 好 我们点进去 现在我们在这块 创建一个选择器 job 然后我们选中 这个工作 然后 down select 当然如果你要 大家看 这块 但也可以选中多个 选中多个的话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样子 不是很特别美观 down select multiple 因为你如果要抓 这个的话 multiple就选中 delete 依然要选 因为它是重新 打开了一个网址 然后我们 保存 好 我直接扎一下 大家注意看一下 它这个网页的 跳转 这是第一 首页 我们的抓取 这个的区域 然后再抓取 这个链接 它等我会 跳进去 它现在跳到 详情夜里了 诶 这个房间和我们的 好像不太一样 我好像选中 multiple了 看一下 而我选中multiple了 所以是它 我把multiple取消 给大家演示一下 scrape start scraping 大家注意一下 看一下现在的 跳转 好 它跳到详情夜了 它抓取这个 电话号码 再抓取这块的 附近高新 它就会跳到 高新那块 因为在网页跳转的话 会比较慢 所以说我演示的话 我就演示一个 大家抓取的时候 就可以选中multiple 让它放在那儿 让它自己去跑 然后它就跳到这块了 它就将这个工作 全部抓完 抓完它就停止了 好 我们刷新一下 我给大家 直接下载到 本地看一下 你直接往那边拉 名字 价格 主卧 大家看 这块 它会 如果我们 大家看 房间 名字是 这个 价格 样式 这个两个链接 是我们刚才 说的 因为它抓链接的话 它会将链接 所对应的标题 同样抓一下 然后 这个链接 它通过这个 页面抓到电话号码 然后 抓到附近高新工作 这个是附近高新工作 那个的链接 然后它进去 抓到这么多工作 大家看 东西口 十雷灯 惠西街 它抓到了这页的 这些全部的工作 但它同样的 它抓到了工作以后 它会将前面 这些都重复一遍 因为它 这些对应的 都是同一个 父亲 这个是它的 副选择器 副页面 然后它对应的一个 只选择器 link 然后抓到这个电话号码 都是一样的 然后 对应的这个链接里面 这里面虽然 dropdrop 这些drop都不一样 但是它们都是 针对的一个 一个房子 一个房间 对应的 电话号码 对应的附近高新工作 然后所以说它会将 这些电话号码都全部 这些房间 都 大家看这都一模一样 会将这个房间 全部都重复一次 所以说如果我们要抓 二级页面里面 如果需要抓多个的话 它会就会将 一级页面 全部都重复一次 对 的话你三级页面 如果也是要抓多个 这块就有点 复杂了 就我们建议的话 抓二级页面的话 尽量只抓单个信息 三级页面也一样 只抓单个信息 如果要抓多个的话 大家看这现在 虽然我们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 但它看起来 会将这个重复 很多次 看起来比较乱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OK 这就是这一节的 要讲的 然后 这个还是要 大家有没有发现 后面的每一节 都是难度 在前面的基础上的 没有说哪一节 就是单独的 这个Link选择器 你既要考验 第一节的 那个创建 这个Link选择器 基本上是一个 大综合 既有Tex选择器 也有Link选择器 还有Element选择器 还有Element选择器 这块还加了一个 Link选择器的 直选择器 都是在前面的 基础上 难度在增加 已经一点一点增加 所以大家 还是那样的 前面要 练熟 后面你练这个 才会 不那么吃力 对 对 对